早前暑假,大家有飛去玩嗎 現時香港機場連接全球大約180個航點 每天升降的航班 平均超過1100架次 返往青都可想而知 當機場融龍飽和之後 如果加不到航班和航線 本地的航空公司無可避免 會集中經營的利潤航空間 而外資的航空公司 就會將航線轉移到香港附近機場 這樣不但令航點數目減少 亦會令機票價格提高 對於旅客和香港 都是一個重大的損失 興建三跑道系統 就是要提升機場跑道的容量 航空公司便會有空間 提供更多不同航線和班次的選擇 有競爭、有選擇 乘客就一定有好處 2014年,港港旅客的數目 超過6000萬人次 跟入境旅遊相關的總消費 達到3500億港元 相信三跑道系統啟用後 香港人去旅遊會有更多選擇 同時會有更多旅客來香港 除了旅遊業 本地的零售業都可以受惠 我們經常說世界越來越小 是因為去哪裡都那麼方便 作為連繫世界各地的香港機場 相信大家都樂於看到它不斷發展 你認同時會有更多旅程 是深夜的小路